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还是没有开放 因为中国是我们市场上最大的旅游市场之一 所以目前对于国外既然我们不能够控制 那我们只好鼓励以国内的旅游 国内的旅游的话当然就是以国家自己本身公民 到自己本身的这一个旅游景点去旅游 在目前为止的话 去2021年的话 我们这一个arrival domestic的 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一个国民旅游的话 我们有五个旅游的大桌了 一个大桌就是雪狼娥 吉隆坡 沙拉约 埔隆跟这一个槟城 那么多话所知的话 去年所得到的2021年的这一个数目字呢 雪狼娥就吸引的是1000万人左右 吉隆坡是900万 沙拉约6.5百万 那么的话呢 深美兰就是有5.5 冰城的5.1 这一个数目字来看的话呢 也相当的鼓舞对于我们 当然由于呢 现在尤其是这一个月的话 我们的这一个气候各方面的话呢 让我们国内旅游有受到的影响 可是的话呢 我相信影响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五个州呢 可以说是 四个州一个是了 那么的话呢 他们的这一个情况 并不是说非常的严重 而鼓励到呢 我们自己本身的旅客呢 还是可以顺畅的在国内的旅游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总会长今天早上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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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